晚上12点 这小家伙还是走了 都已经僵硬了 还是没挺过去 他的主要原因是啥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给他剔了毛 他的老企这种疙瘩 下雨天走了 那也没办法 先给他收起来 目前 挨打的就是七只 特别健康 先给他裹起来 先给他裹起来 明天 然后再把它给埋了吧 来 放袋里边挖先给他 好了 来了 能不能做好 喂奶 能不能做好 这是小家伙 人家都吃奶呢 这几个生龙活虎的 不用管 都会自己去找 终究这小家伙还是没逃过 这油 你就吃呗 晚上12点 然后lucky的小狗呢 刚生完 就赶紧过来看看 你咋又走了呢 找去 自己找去 哎呀 这七个小家伙 是完全健康的 只有那一只 他身上老是长那些 就跟水痘似的 那小龙泡 里面有毒素 然后包括他拉的那些屎 然后也是那种 跟龙一样 跟那几只小狗 拉的都不一样 这几只小狗 是不是有明显的肩长啊 没有办法 太小 小狗没法治疗 你看你又钻出来了 你又抢你没吃的吗 看没 谁抢谁的呀 到底你吃下巴都不行吗 吃下巴的下巴找去 下巴找去 你看看 尝那可厉害了 你看看 哎呦 你看你能抢哪去 放在底下都不吃 他就跑出来他去抢 你看看 抢跑了吧 劲很大 你说弱一点他都抢不上吃的 你这吃上面的呗 这就抢下面的 指不定谁吃哪个呢 没点实力你说还真不行 人家有吃着的人就不松走了 镜头很大 你还有七只宝宝好好带着七只没有太弱的了听见吗 像你拉开姐学着点 每天呢 就拿着那个小狗一天没变没数的往这产房里边跑 跑了之后就这样扶着他 最后还是没有挽留住他 用脚助力一下 没有办法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就算现在目前那小狗在的时候给大狗 小狗没法用药治疗 直接注射到大狗身上 然后通过大狗的这个奶 去那个扶住他 去给他治疗 但是还是没有挽留住 然后再加多狗身上 上面上面就能处理我们 από大狗身上 这样扶住 所以有的时候 你很快点 你真的可以说 那里有的时候 那里有那个 我还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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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她 放奶了 他们七个然后就有吃完的奶了 你说你又抢上了 你底下有奶多好 这几个小家伙吃饱了 你看有的都不吃了 这样一来 那小家伙还是遗憾的就走了 可惜真的很可惜 生长到这些第七天了 走了 没有度过危险期